在新书中自曝已经有小孩老婆的艺人无尊 在今天的新书发表会上呢 对于记者的问题来者不拒 大方坦诚已经有小孩了 而这个月甚至要再迎接第二个小孩的诞生 同时他也澄清不是为了要帮新书宣传造势 才选在这个时候公布 并且所有的版税收入都会捐作公益 好 依然帅气机哦 你好你好 好 深深一举功 夜桌上闪光灯就闪隔不停 艺人无尊一袭黑色西装 就算当了爸爸还是不减帅气 在新书发表会前一天自曝 已经有老婆小孩准备好了 要与大家分享喜悦 其实结婚的时候是大概在2009年的年底吧 对 然后 女儿生出来的时候是在2010年 那直接告诉大家 接下来第二胎什么时候 第二胎 第二胎 快了 但面对媒体质疑 为何当初没有承认选择隐瞒无尊 有些招架不住 主持人陶金颖连忙出面缓家 我现在很诚意很诚意的就是要去分享这件事情 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应戴 如果说今天呢都已经就是可以开诚 不用告诉大家了 其实演艺圈的秘密不止这一桩 不愿意跟你们讲的人大有人在 是不是他为什么要出来跟你们讲 所以我觉得这是他勇于面对的一件事情 无尊与老婆从初恋到现在已经18年了 甚至一度陪着无尊到台湾生活 而无尊也在新书中偷偷放上老婆的照片 我觉得他算是可以算是很体谅 他可以算是我的朋友 可以算是我的战友 也可以算是我的爱人 消息曝光后粉丝给予的鼓励 让无尊真的好感动 在发表会最后顺顺一举功 感谢大家的支持 可能之前有做错的一些东西 讲错的话 在这边跟大家道歉 对不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